直播8月15日是2018年燕尼亚运会男族小组赛C组首轮,U23国族6比0战胜东帝万,迎来本届赛事的开门红。 在这场胜利后,中国队也将亚运会上队阵东南亚球队的总战绩提升到九胜二负,其中队阵泰国的战绩为二胜二负。 1978年曼谷亚运会,中国队在赴赛两组,先后四比一他国,七比一马来西亚,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,中国小组赛1比0马来西亚,1990年北京亚运会。 中国小组赛5-1新加坡,在八强占领导一不敌泰国,1998年曼谷亚运会,首轮小组赛中,中国轻松以四比一战胜柬埔寨,此后在寄军站3-0进去泰国,获得铜牌。 2006年多哈亚运会,中国小组赛3-1马来西亚,2010广州亚运会,中国小组赛3-0马来西亚,2014人川亚运会,中国在十六强占领导二负于泰国,2018年假加达亚运会。 中国小组赛6-0东地问